叫什么名字 先给我包装名字 包装名字呀 我名字叫李森瑞 多讨厌 什么叫讨厌 你 相声眼怎么能叫这名字呢 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 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 保证是又好听又好叫 还又好记 包装完老啪 红遍全世界 是啊 那我叫什么呀 叫红豆 红豆 红豆 我是那杂粮 这名字耳熟 有人叫我 给我换一个 换一个 换一个 叫绿豆 绿 要不叫黄豆 扁豆 豌豆 你大概是豆子弟里长大了 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有一好名字 叫什么名字 青春美丽豆 我这么大人了 我还叫豆啊 在这说叫豆 跟我儿子重名 您小孩叫什么名字 叫荷兰豆 不好 好吗 进口的 具有外向型的经济意识 是啊 您那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带点洋味吧 带点洋味 曾锐 曾锐带洋味的话 叫什么呀 叫ABC锐 我是那退烧药 要不叫 ABC锐 我是那味之助 要不叫W锐 还不如叫WC呢 好东西 要不叫这个 有了 我叫 叫Soy 叫什么 Soy Soy 您听过我叫对不起啊 英语对不起的就是Soy 哎呦 这名字好 好吧 谁做错什么事 老得把我这Soy 挂嘴皮上 你说那每天 世界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 您能不火吗 我叫Soy 叫Soy 我还有姓吗 叫李Soy 李Soy 不好听 差点 不好听 叫 Soy 李 这Soy 差劲 不要 刚才咱说了这么多的黄金搭档了 不知道大伙注意没有啊 他们这个相声有一个共性 都是咱们一开始说过的叫一头尘 是吧 不过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对搭档就不一样 俩人在台上是你来我往 台词的分量呢 旗鼓相当 他们是谁啊 牛群和冯拱 跟谁捧跟 这就对了 他们这相声啊 大部分都是子母根 那什么叫子母根呢 子母这意思 咱们知道子母扣 就是环环相扣 也就是说捧斗俩人 你来我往 在台词和包袱这个分配比例上 基本是平分